你在父親節的前一天 你看委員長禮先生 使用一粒三粘的雞蛋糕 來替婚臨家父中心的伯伯慶祝父親節 在這裡長禮先生要送車來給家父里董 恩贖政立貴中家軍的儀行 期待來保養家父里董兩位特色習慣 增加他們的提示 希望他們將來都可以在這個社會出頭天 好 慶祝這一次我們父親節快樂 劉威長禮先生 祝好提早來替家父父慶祝父親節 祝好每一位父親身體健康 另外長禮先生也前三一本 有關另外一期的車 讓家父中心的二黨外套 出現海黨的環保觀念 所以我想今天最重要的重點 第一個就是要給大家有環保的觀念 再來也就是說 我們要真的身體力行去閱讀這一本書 因為我想我們說書中自有防禁書 裡面的寶礦是要我們自己去閱讀了以後 你才能夠吸收當中的液含還有精華 所以今天這一本書送給大家 最重要要了解能源危機 所以我們在這裡吹冷氣好不好 很好 很好對不對 但是外面是不是很熱 所以現在地球暖化的情況相當嚴重 在這裡再說明明說 現在台灣已經出現另外危機 未來電力供應會有問題 所以大家應該要節靈生電 風力發電成本也很高 但是要到東北氣風的時候 有風才能夠發電對不對 那太陽能發電呢 如果陰天有沒有辦法 也沒辦法對不對 那甚至呢太陽光啊 我們要吸收轉變成電 它的效率 大概轉變成電的效率 只有15%而已 所以呢也是非常有限 那所以呢 在這種情況下 我們可能就是要告訴大家 我們可能要節能 要省電 對中立生的關懷和熱心 家父中心的人員 也替家父子同 標示感謝志祢 張立善委跟張家軍委員 他們會的培養 我們孩子們的月子的習慣 已經聯繫五年辦理 送好事給我們的家庭 給我們的孩子 從來上課的家庭 中立生要有準備一些日常用品 精神給家父家庭 幫助家父子同順利行動 記者以名為 查詢報得